我们现在来说明一下这个电费计算机 它是TQC Plus,就是电脑技能基金会推出的这个证照 叫TQC Plus,第102题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程式 那这个东西呢,画面它大概长这个样子 上面标题,画面的标题,上面写电费计算机 然后这边有Label,那当然这福特安培,每天使用时数 每度电费,这些都是Label,还有月接以30天做计算也是Label 最后的结果也是Label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像是夏拉斯学单的,它跑出来长这样 写的110伏特,220伏特,OK,这个是Spinner 然后呢,这边有三个Text Box 但是这三个Text Box,它有提示文字A,提示文字Hour,提示文字NT 然后呢,希望点了这个之后,它预设是跑出来的键盘是数字键盘 OK,所以各位别忘记了,设这几个Text Box的时候 属性当中有一个叫做Numbers Only 要打GoGo OK 然后呢,接下来我按下电费计算的时候,它就会去算 福特乘以安培,福特乘以安培之后的结果是Wa 可是我们的计费方式是 一小时用一千瓦,一千瓦算一度 所以我们福特乘以安培之后的Wa数 我们要再除以一千,代表说有多少千瓦就是多少度 OK,除以一千,就是相乘以后除以一千,就是几度的意思 千瓦,然后就是几度,然后每天用多少,多少小时 乘以几度 然后每度电费是多少 这是一天的量,我们还要再乘以30 才是每月要缴的电费 OK,所以我们先从做法年开始 来,首先最上面,这个地方 叫做电费计算机,所以Screen1的上面这里 抬头,写上电费计算机 OK,然后接下来,上面要有Label 拉进来,然后字放大一点 然后,把宽度字 Fear parent 宽度设为Fear parent 然后文字打成 请输入以下资料后送出 好,那但是它是置中 所以我们在最底下的Tex alignment 把它制作 OK,然后接下来呢 那,我们这地方 要放福特安培跟每天使用时速 还有每度电费 所以我用水平 Layout 拉过来 然后,宽度设为Fear parent 然后呢,把首先文字部分 我放Label进来 然后设成20 然后这个地方,文字我打 福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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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还有一个刮符V 通常 先跟各位讲一下 各位在 如果是在考这个证照 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基本上 这边的有些图案 它就帮你做好 因为它会先帮你 汇入一个东西之后 有一些已经做好了 你主要是拉一些元件 而且你的元件 到时候里面呈现的字 的大小 它不管 它不会因为你这个字 太小了 或太大了 好,会不会 OK 好,那福特呢 接下来 我们要拉一个List 比特 啊,Spinner 对不起 它是用Spinner 好,那这Spinner 可以放大一点 也是快 有Hero 然后呢 因为它有 110 福特 动点 220 福特 OK 好 然后 接下来 另外呢 再把 这里 Layout 水平排列 放进去 然后宽度设为 VFuran 然后接下来 再把 这个 Level 拉进去 设为 20 然后呢 上面的文字叫做 安培 OK 好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要放一个 TestBox 元件 TestBox 我也可以 Be a parent 然后这边设为 20 宽度 Be a parent 然后另外 Hint 提示资源 这边要放 A进去 然后呢 Numbers OK 其他的不用设 接下来 再来 下一个 水平排列 拉进来 然后呢 这个 宽度 Be a parent 一样 接下来 第三个 Level 再拉进来 设为 20 这边要放的是 每天使用 时数 OK 然后呢 我再去拉 TestBox 进来 OK 这上面 字的大小 设为 20 然后 Be a parent 宽度 Be a parent 然后另外 提示资源 是用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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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 接下来 最后 还有一个 每度电费 水平的 拉过来 宽度 设为 Be a parent 好 然后呢 来 文字里面 Level拉进来 设为 设为 然后 这地方 写一下 叫做 每度电费 好 然后接下来 再拉入 这个 Express 也是一样 Be a parent 也是一样 然后 宽度设为 20 然后接下来 提示资源 拿掉 它是放 NT 然后 Numbers Numbers only 打勾勾 刚才的 有没有 Numbers only 刚才的 每天使用时数 Numbers only 也要打勾勾 至少四个东西 已经做完了 然后另外呢 我们要放入一个 Button 显示的 来 叫做 每月 计算电器 每月电费 然后 宽度要设为 Be a parent 然后呢 里面的文字 计算电器 每月电费 OK 接下来 再来一个 Label文字 好 这个文字 把它设为20 宽度设为Be a parent 然后文字 是显示 方瓜糊 月 接 接 以 30天 计算 好 或瓜糊 然后呢 它是靠右边 所以我们把Text alignment 靠右边 最后呢 要呈现最后的金额 拉下来 然后 Fone Size 设为20 然后 预设 是没有看到结果 好 大致画面 我们就做完了 当然 你会觉得说 刚才 我这边所做的画面 这边排得好齐啊 为什么 你这边是 歪起扭霸的呢 好 当然 各位有没有看到它排得很齐 当然 字可能也许没有用到很大 然后 另外 这边居然可以很齐的 那当然 我们可以这样子设 福特这边 我可以把这边有一个 宽 我用Pixel 比如说我的宽是100 我看一下100大概多大 诶 可是这每月使用时数太大了 所以这个 来 宽度我这边设成150 个Pixel OK 哦 150还蛮大的 140好了 好 假设就140 每一个都设140 宽度 140 每一个都设 140个Pixel 每一个都设 140个Pixel 好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正清了 OK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Speed呢 有达了110伏特 0.220伏特 OK 大致这个画面已经出来了 好 但是 我们再把这边命名 命完 那程式的部分 我们下午再来说 这个地方 因为程式会控制到 这个Spinner 这三个Textbox 这个按钮 以及最后的Result 所以我们最好都把它 重新命名一下 Renay 这个是 Spinner 底线Volt 福特 OK 安培 这个地方 所以 Renay一下 Textbox 底线A 这个 每天使用时数 Renay一下 Textbox 底线Hour 然后 每度电费 Textbox 底线 NT 然后按钮 假设我的Renay叫Button Check 好不好 然后最后 最后一个Label 是要呈现金额的 好 那我就是Label Result 好 好 所以 整个画面做完了 待会我会把整个画面 截取给各位 那 这边每一个元件 设了什么名字 各位也可以照着上面 来做调整 OK 那我把这个 这边我的选项 我放在Spinner 各位至少可以看到Spinner 这个地方 这么做的 OK 好 到这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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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